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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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找到那个低奶盐 当时候我们的供应商是没有低奶盐的 因为低奶盐那时候不是很普遍 也不是很流行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低奶盐的价格偏高 所以不是很多人用 但是幸好我们有碰到一个供应商 它刚好有低奶盐 所以我们就叫他给我们一点那个sample来try 然后就从那开始就慢慢的去研发更多的menu 用低奶盐来用for我们的menu 我们的菜单 是 其实要知道哪些盐是低奶盐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可能并不容易 像我姐姐之前她就买了比较贵的那个海盐 因为她以为那是低奶的 但其实并不是 子后年能不能教下我们 该怎么挑选适合替代的低奶盐呢 其实低奶盐本身呢 在你如果去就是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其实是看得到的 在标签上它会写low sodium 然后或者是healthier choice 然后你在读标签的时候呢 如果你发现这个字叫做potassium chloride 其实就是氯化钾 那有这个成分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称为是低奶盐的一个选择 那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低奶盐有什么样的种类 或者是市场上的盐 有什么样的种类呢 子豪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图表 就是在市场上 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图表 其实市场上我们通常会看到的 包括我们平常用的食用盐 是最普遍的 然后呢 其实在低奶盐来说呢 有两种 那一种呢 就是我们先来看这个 就是平常的那个盐 我们有普通的那个盐 那普通的盐呢 有包括了所谓的点盐 或者是细盐 其实都是属于 可能是海产类的 或者是山产 或者是湖产 都是属于盐分的部分 然后呢 有一些市面上会看到 像喜马拉雅山盐 或者是竹盐等等这些 那这些里面的 钠的成分呢 其实大概是40%左右 那这些的盐分 都是属于偏高的那个钠盐 那低钠盐呢 就比较不一样 那低钠盐呢 其实有两种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图表 那低钠盐呢 有一个30%左右 30%左右的那个钠的成分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骨胺酸盐 那骨胺酸盐听起来 有一点比较科学的感觉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胃精 那胃精其实就是 骨胺酸盐 那里面含有30%左右的钠 那更加好的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甲盐 甲盐里面的钠 大概只有20%左右 然后另外呢 就是氯化钾和其他的成分 那这个就是属于 低钠盐的种类 嗯 了解 那想请问一下 陈教授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 低钠高钾盐的营养价值 跟一般的盐有哪些不同呢 那如果摄取过高的钠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 会造成哪些负担呢 教授 其实这个普通的这个食盐 还有这个低钠盐 主要的这个分别 就在这个钠离子的一个成分 就是说普通的食盐 它的钠离子占了40% 然后这些低钠盐 就占了大概20%到30% 这样的一个钠离子成分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 低钠的过程当中 是用钾 钾本身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矿物质 它也有一种降压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这个钠还有这个钾的一个交替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并没有失去任何的一个营养价值 同时间呢 我们把整个盐给健康化 增加了它的这个健康度 同时也保留了它这样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味道 那么其实讲到这个食物过咸 就容易患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不过国人向来就是最爱美食的嘛 晏玲我想请问你哦 低钠盐本身它的味道跟咸度 跟普通的盐有什么不同的吗 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烹饪的时候 要用的分量以及烹饪出来的味道 会不会根据你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那么顾客有什么样的反馈吗 好的 那我们刚用低钠盐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怕说低钠盐是不咸 不够咸 所以要用很多 但是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低钠盐跟我们普通的食盐的味道 其实是一样的 根本它没有差 而且我们顾客 我们犯了那个低钠盐 我们顾客也察觉不到 那个我们的食物的味道有偏差 所以低钠盐是一个很容易被接受的一个产品 而且它的用量的分量是跟我们普通的食盐是一样的 就好比方说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可能要用半茶匙的盐吧 OK我只是一个比方 然后低钠盐我们也是用一个半茶匙是一样的 所以根本没有差别 所以在味道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价格方面就会有偏差 低钠盐的成本是蛮高的 所以在我们的价位方面我们需要提高一点点 而这是顾客可能比较难消化的一点 对 了解 当然有些报告显示说 我们国人每天摄取的钠含量 比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高出了八成那么多 当中有不少是来自酱料还有调味料的 想问一下郑先生 哪些酱料还有调味料的钠含量是偏高的 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其实那含量最高的就是我们平常用的盐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酱青 这些都是属于最高含量的 另外呢我们平常吃的一些盐 比如说像番茄酱辣椒酱 或者是平常可能用在那个沙拉里面的蛋黄酱 其实这些的那个沾酱本身呢 也有很高的盐分 在摄取的时候呢就必须特别小心 那么陈教授 本地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是患有高血压 主要就是因为钠摄取量超标 就是盐吃的太多了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换成低钠盐之后 高血压病患还是要降低用盐的分量吗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 它是由于这个遗传 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的 那当然这个福祉这个 如果摄取太多的这个钠的话 它也是造成这个血压升高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平时其实需要的一个钠成分 并不是很多 大概就是500毫克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个标准是2000毫克以下 所以使用500毫克 其实可以从很多这个新鲜的食材 那里头这个获取 包括就是说两片全麦面包 或者是两粒鸡蛋 都可以获得足够的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一个钠成分 那低纳盐则当然对跟普通的食盐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它对这个高血压患者来说会减少他们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有一些高血压患者 他们对这个盐非常的一个敏感 是属于我们的所谓的盐敏感者 特别是在年长者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或者肾衰等等 这些人都对这个盐非常的敏感 但是就算你是在吃这个福食这个使用这个低纳盐的话 如果过量的话 它本身还是一个盐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要鼓励大家还是尽量使这个摄取太多的这个盐分 如果能把这个盐呢 我们目前新加坡人从使用的盐分减少一半的话 我们可以维持好我们自己的血压 可以健康生活 每一天何乐又不为呢 所以今天明天刚好是世界心脏日 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多开心挂耐自己的心脏 当然这个保健促进局呢提出了这个目标 希望国人在五年之内可以减少15%的纳摄取量 那么陈教授你觉得目前我们做的怎么样了 那么接下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努力呢 其实如果要减少这个纳的摄取的话 还是要需要一个多管期下的一个策略 而且要是从多方面的一个着手 而且是认同道遠的一个工程 那首先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个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开始 刚才说了 我们就是说尽量在用餐的时候减少一些调味料啊 还有一些一些酱青啊一些的使用 同时呢减少吃一些加工食品 或者一些腌制食品等等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除了这个个人习惯的改变之外 还是要奉劝我们的 跟我们的这个餐饮业这个服务者 多一些合作 让他们可能在烹调方面可以发挥多一些创意 使用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香料等等来取代这个盐 使这个整个食物同时间能提高它的健康度 也能保持它原来的一个味道 第三个步骤我认为说 还是要跟这个食品加工个企业合作 就是说让他们在制造食物的时候 能减少这个钠的一个成分 同时要把这个食品的这个价格给大众化 让普通的这个消费者能有能力支付 当然最后一个策略呢 在减少这个盐的摄取方面就要靠政府了 政府它有这个综合的一个政策力量 可以推广这个全民的交易 不管是在学校 工作场合或者是工作地点等等 利用各个媒体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普交易 使大家更认识这个减纳的这个重要性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除了吃得饱还是要吃得好 该用低纳言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三位 好 广告过后呢 我们要带你去了解 一次次转换跑道 认真的有戏人间 却从未偏离小说创作的道路 广告后带你去了解一位小说家的现实 还有精神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